大家好我是Saman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梗鬼 可以看到我戴的是氣勢頭戴啊 你沒有看錯 那我相信一定有人不知道氣勢頭戴是幹嘛的 他跟P帶的差別就是在於 氣勢頭戴不需要滿血的時候也可以觸發 但是只有10%的機會啊 那我上次遇到天恩三手惡龍 就戴氣勢頭戴還給他觸發了 所以今天我也來戴一下 那我的技能呢也要跟他一樣 就是電磁波跟二支波動 電磁波有25%的機率麻痺 二支波動20% 未縮 那攜帶二太已經配二支波動 而且剛好可以抵擋 原本怕的 惡系 原本是兩倍 那轉二的話變成兩倍抗性 而且我們攜帶的隊伍 我們只看前面三支啊 耿鬼正義法的谷宇 我就只用這三支 因為三支我都有帶二支波動 那正義法也有學電磁波 正義法就是細事批帶 那谷宇因為不能學電磁波啦 所以就二支波動連發 配上講究圍巾 那我們就直接照順序給他出下去 看可以多噁心 所以我隊友第一支是古玉宇啊 那古玉宇也是惡系 所以我們二支波動打他是兩倍減傷 他打我們是兩倍 那我們這裡先不繳太金化 轉二是有兩倍抗性嘛 但是我們有氣勢頭呆 所以不怕 我們先打一次的電磁波 喔他用鬼機 那他不是講究圍巾的 這邊電磁波下去我的速度就正式比他還要快了 那這裡是有點危險啦 因為他已經 軌跡一次了 提升兩階 特攻 所以我們泰金化二支波動 當然我們有氣勢頭呆是可以不用怕啦 能氣勢頭呆不用滿血也能觸發嗎 我們先轉泰金二可以扛住他第一下 那第二次靠氣勢頭呆 而且前提是他也要可以動 泰金的順便讓我的二支波動傷害變高 不然打他是一定很癢 沒有錯 比他還要快了 未說了嗎 OK 未說 那我們就繼續二支波動了 折磨他 喔 擊中要害 文誘果 竟然是文誘果 喔 麻痺了 漂亮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要的 我們就繼續二支波動 還要兩下 再一下 不能動就好了 這一次沒有 要三下 喔 又麻痺 因為剛才是幾重要害啦 剛才比較痛 這樣還要再兩下 OK 投降了 心態炸裂啦 這一套就是來搞心態的 那這場對面有點狠耶 各種除獸啊 兩支嗜齋 然後一支被謬種 一支 準神 還有兩個幽靈系的OP寶可夢 那我們就沒關係 一樣三支 給他出下去 不過這三支有兩支是OP角 古玉宇 嗜齋 正義法 被謬種 我們第一支先上耿鬼遇到的是 是谷頂路啊 那谷頂路是有地面系我們電磁波 電不了他 因為地面是不導電 這裡就比較麻煩一點 可能先換上正義法會比較好 因為對手可能也會殺隱形眼 帶氣勢頭帶 在氣勢批帶的正義法 不能採到隱形眼啊 所以先換上來比較安全 那耿鬼是氣勢頭帶就沒有差 那麼正義法月亮之力也是可以直接 打他兩倍 這裡就不用打二支波動了啦 因為沒有麻痺這個二支波動只為說 是有一點硬啊 只有20% 沒有錯是殺隱形眼 這樣可以 而且我泰金是帶二泰金啊 所以 月亮之力 就不用泰金化了 這種應該是首發的啦 可能帶文幼果然後有吹飛 OK打了 將近三分之一 還可以 沒有錯了文幼果 文幼果吃下去 第二發可能帶不走他 打 打去地震 氣勢批帶 那我們就一樣月亮之力啊 帶不走他也沒關係 至少先打殘 因為谷頂路硬歸硬啊 但是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回血的手段 如果有的話 就太LB了 沒有錯真的沒有帶走 唉唷是用鎚肥喔 不是用地震用吹飛啊 這樣也不錯喔 這邊是梗鬼上來了 那梗鬼踩到隱形眼是沒關係啦 反正 氣勢頭帶是來靠賽的 有沒有滿血也沒差 我們就先打最痛的污泥炸彈好了 二支波動可以再留一下 對手不知道我有二支波動 等一下再給他一個出奇不易 OK 沒有換角帶走啊 五頂路再怎麼硬也不可能 紅血還撐住吧 第二支是鐵毒耳喔 鐵毒耳觸發夸克充能了 那加了速度就比我還要快啦 我們就先一次電磁波吧 電磁波命中的話 就會比我還要慢 火之五可以撐住嗎 OK好險 有撐住有機會啊 而且我氣勢頭帶還在 25滴還是有可能觸發的 那麻痺之後我們就開始二支波動了 那這裡就不要繳太進化好了 免得他動了 我人就沒了 OK不能動麻痺 再一下再一下 完了火之五中啦 哇還是我應該打暗影球喔 暗影球是 加1.5倍啊本屬加成 如果剛才找一點太進化 兩次都有本屬加成的話應該是打得贏 哇 哇 那就先換上古玉魚吧 可能要太進化啊 這個要拚要拚到底了是不是 那古玉魚現在速度是比他還要快啦 所以還行 那他留給我們正義法的好處是 我們這裡會因為講究維京綁招 那待會他下一次換上來 我們還可以再換上正義法 解除古玉魚的綁招啊 我們就最痛的給他打過去 沒有換就帶走了 最後一支很關鍵 哇是古劍爆 古劍爆的話 我這裡打他是沒有傷害的啊 精神強念 那只好先換上正義法 那這樣換的有一個壞處啊 是不是會踩到隱形眼嘛 我古玉魚踩隱形眼是兩倍 不過也沒辦法啦 只能賭啦 這可能也會繳太進化了 那這邊正義法直接踩到隱形眼 葛P 就看對手這個時候有沒有要繳 不繳的話我就比較虧啊 OK 繳了可以 妖精 沒關係 這樣我過熱打過去還是有機會的 他已經爆發 我打太已經爆發的話代表他可能沒有先制劑 打先制劑可能會比較穩 那不確定這裡會不會繼續打先制劑啊 我們只能賭他沒有氣勢 皮帶了 我們只能打最痛的過熱 那也順便太精化 賭他沒有突襲啊 因為轉太精的話我的惡屬性 也會不見 被突襲打從原本的兩倍抗性變成等倍 就比較危險 但是只能拚 這種也有可能是講究頭戴啦 講究頭戴 就會被綁太精爆發 而且太精爆發打過來是兩倍減傷 但是我的速度比他還要快 看有沒有氣勢皮帶啦 沒有啊 漂亮 成功戴走骨劍包 感謝指教啦 那這一場我們要改一下選角的順序啊 第一隻出正義法會好一點 因為他可能首發烈咬入殺 而且正義法的氣勢批帶是很怕踩到隱晴眼的 那你有兩隻我們就正常出啊 古魚跟耿鬼 我第一隻是羽刺耳喔 異想不到的首發 再來是威嚇 那魚刺耳可能會開始蝶舞嗎 也不是很確定 反正我們先打一次電磁波啦 我們這是來搞心態的 電磁波是一定要用的 能電就一定電 OK 麻痺啦 那我們一次的月亮之力應該是帶不走他 我們先打二隻波動 他能不能畏縮一下 OK 麻痺 二隻波動打到半血 快半血 那我們就月亮之力啦 他不換角就帶走勒 完全不能動啊 魚刺耳 好慘 真的是來搞心態的 完全不知道他魚刺的是要幹嘛 喔 第二隻是烈咬露殺喔 烈咬露殺會這個時候上 代表 可能要太金化囉 他也知道我不是 講究系列的 因為我先用了二隻波動 再用月亮之力 那原本他是 地面系嘛 電磁波是沒辦法 但我猜他可能會太金剛 太金剛可以打月亮之力 所以我們就打電磁波 沒有錯 太金化了 那 再來一次啦 看能不能繼續麻痺 OK 是太金火 那也可以 只要不要太金地面就好了 不要太金地面跟太金電 都可以麻痺啦 電磁波成功 想不到吧 竟然敢對烈咬露殺用電磁波 OK 麻痺了 不過轉火的話 我月亮之力打他也是兩倍抗性啊 就一樣二隻波動 看能不能 畏縮一下 好癢啊 完了沒有畏縮 鐵頭 好險我們氣勢皮帶 再一次啦 再一次二隻波動 畏縮一下 OK 畏縮了 漂亮 那這樣我們就確定了 蛤 這是什麼 先制之爪 有人被咬露殺在先制之爪 什麼鬼啊 跟我一樣來靠賽的啊 那我們先換上梗鬼吧 反正對手有太金化繳掉了 虎魚 可以留著 綁招也沒關係 那我們就打最痛的 巫靈炸彈 這裡應該不會再觸發 先制之爪了吧 OK 沒用 我想不到有人比我更狠啊 先制之爪都拿出來了 但氣勢偷帶好像也蠻狠的 最後一隻是 古簡瓜 古簡瓜的話 我們古魚剛好也可以打 而且污泥炸彈打他也是兩倍 我們就不要再搞啦 什麼二隻波動 直接污泥炸彈送他回家 選擇投降啦 感謝指教啦 這場對手比較不好處理啊 因為他們有兩隻 不會被電磁波影響的 有鐵壁綁還有賽富好 他有可能會首發巨斷匠啊 巨斷匠 我們就先出古玉魚好了 巨斷匠可能又有帶電磁波 先出古玉魚用過熱解決他 然後其他隻會比較好發揮 這對手第一隻也是古玉魚啦 不是巨斷匠 古玉魚應該都是講究圍巾的 所以我們換上另外兩隻都不是很舒服啊 那我們就跟他拚了 因為換梗果會被打兩倍啊 感覺會直接倒地 沒有觸發頭帶的話 那正義法是也可以換啦 反正我們古玉魚都帶二隻波動了 我們就跟他拚到底 看我們二隻波動能不能來個畏縮 而且我們的速度應該是 會比他還要快啊 不是比他快啊 就是一樣快 不可能比他還要慢 沒有錯 先用出來了 哇 真的很癢 畏縮啦 漂亮 就是這股氣勢 繼續 喔 我們銅樹喔 看起來我們 血量好像也差不多 那我這邊有點優勢啊 因為第一次 他畏縮啦 再看第三回合 漂亮就是我先 再畏縮一下 唉唷 這個運氣好像有點好欸 再一次 我們銅樹喔 這邊完全是比運氣啊 我這邊畏縮兩隻 OK 而且畏縮是必須要 你先手 你先動 才可以讓對手畏縮嘛 那我不但先動 他還畏縮兩次 是真的有點誇張 喔 這邊換上這個 這個 他速度還是比我還要慢欸 要不要繼續二次波動啊 你畏縮就要美了 哇 好痛 沒有畏縮 可惜了 如果只拚20%的畏縮是有點硬啊 加上25%的麻痺 還比較有機會 所以寄生種子玩 他一定不可能 乖乖讓我打啊 不是換角 不然就是用什麼 守住之類的 不是很確定 他們也先換角 OK 沒有錯 換角了 換回古玉魚喔 換回古玉魚的話我們就打太金化了吧 太金化烏尼炸彈 應該是不用打電磁波了啦 烏尼炸彈比較實在 應該下去就會死 太金化是為了防止他把我給秒啦 不然他的特性他會降我特防 算是耿鬼特防是還不錯 他被他降一個 死的機率蠻大的 沒有錯真的是超過一半啦 我們成功收掉古玉魚 不繳太金化 就要看我們氣勢頭呆發揮的怎麼樣了 這邊換回劍子棉 劍子棉的速度是比耿鬼還要慢的 這裡可能要打太金化了 所以我們就打二隻波動啦 反正二隻波動也是有1.5倍的本屬加成 沒有說真的太金化了 不會是太金剛吧 太金剛可以擋 毒系的污泥炸彈 但是我打的是二隻波動啦 那真的是鋼 OK 那感覺這個人心態要沒了 用的太金化還要倒 OK沒有說成功用出來了 帶走的劍子棉 除了是塞富豪 塞富豪如果是講究圍巾的話會比我還要快啦 那我們就二隻波動打過去 電磁波對他沒有用 投降了 那他可能不是講究圍巾的 感謝指教啦 就唯一說了 如果不要打進去 燥到 一層 好吧 有了 啊 後來